北京时间4月13日88分 动887次 复兴号动车组 从昆明南站出发 10小时30分后到达万象站 98分 动888次 蓝仓号动车组从万象站出发 在当日19时38分到达昆明南站 这标志着中老铁路 国际旅客列车正式开行 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间 实现当日通达 很兴奋 就真的是非常期盼 这个高铁能够早日的能够开通 因为我们之前去的同事 要么坐飞机 要么都是坐 就是说昆明南到摩罕的车 中转 现在知道开通了 它以后肯定要坐直达的车方便 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 每日双向队开各一列 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 全程京亭昆明南 福尔 西双版纳 摩罕 摩丁 朗布拉邦 万荣 万象八个车站 包括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在内的 全程旅行时间均为10小时30分 极大方便了旅客出行 为做好国际通行服务 列车及乘务组也做了相应调整 车上旅客信息显示 广播和服务标识均采用中 老 英三种语言 每组座以下方都设有中国和老挝标准电源插座 我们这趟国际列车与之前运行在重老铁路线上的列车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人员配置的不同以及我们列车上的装饰还有我们的服务也有所提升 比如说我们的人员对语言然后业务技能以及应急处置都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强化培训 然后在列车内部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头整片以及我们装饰都有所不同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趟列车的看行把我们中国和老挝的友谊拉得越近 然后两国的这个关系也越来越友好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作为列车工作人员能够成为中老铁路这个桥梁上的一个萤火虫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日开通运营以来客户两万 截至4月12日中老铁路中国段累计发送旅客1188万人次 老挝段累计发送旅客220万人次 共发送跨境货物物363万吨 中老铁路的开通特别是跨境客运列车的正式开行 使昆明到万象朝发夕至成为现实 叫过去中老国际班车40多小时车程来说 两国民众探亲、访友、旅游、留学、经贸出行便捷度 与舒适度有了质的提升 此外,据世界银行估算显示 受益于中老铁路建设云影 老挝民众在获得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 老挝全国总收入将提升21% 这对改善民生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改善民生发表 最后一个月的状况 実施会有与建设定 宣传规矩